电影开始于一场劫持案 劫匪共有六人并且其中一个还是神枪手 在与警方交火的过程中 有一名人质被警方误伤并且还犯了心脏病 双方只好暂时停火等待医生赶往现场 这是一个名叫彩虹的西方日报记者 想要进入现场拍摄几张照片 四周看守的警员果断将彩虹拦在了外面 片刻后,警方找来的医生终于赶到了现场 医生名叫袁振霞 警方找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很多冒险事迹 并且感色过人 何队长希望袁振霞进去放一个蓝光弹 和他们理应外合救出人质 他会派一个女警搬成护士和袁振霞一起进入大楼 蓝光弹到时候由女警引爆 何队长和袁振霞的对话都被躲在旁边的彩虹听得一清二楚 之后彩虹趁女警换衣服的时候 打晕了女警并换上了警方准备的护士服 临出发前何队长告诉袁振霞 蓝光弹就在要向下面的暗阁里 十二点整他们就会冲进去 袁振霞和彩虹刚朝大楼走了几步 一锁子弹就射在了两人的脚下 袁振霞停下脚步面无表情的挥手 事宜身后的警察朝后退去 两人刚一进入大楼 劫匪就扔出一颗手榴弹 炸翻了埋伏在门口的警察 经过一番搜身检查后 劫匪将两人带到了楼上 眼看时间就要到十二点了 外面的警察全都开始行动了起来 由于彩虹并不知道药箱里有枪 所以他在寻找强行针的时候 不小心将药箱里的枪翻了出来 劫匪尖撞一脚踢开了彩虹兵 枪抵住了袁振霞 此时时间已经到了十二点 外面的警察立刻就开始了行动 由于袁振霞两人没能及时引爆蓝光弹 导致第一个冲进大楼的警察被劫匪一枪击毙 还好袁振霞在劫匪被吸引了注意力的时候 趁机引爆了蓝光弹 这才没有造成更多的伤亡 之后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伸手脚尖的袁振霞配合警方击毙了所有劫匪 直到这时 彩虹还惦记着想要拍几张照片 这让袁振霞很是无语 行动结束后 袁振霞并没有揭穿彩虹 而是帮彩虹打了眼 忽让彩虹离开了现场 之后的某天晚上 彩虹在一场宴会上 找到了正在泡牛的袁振霞 彩虹这次找到袁振霞 是想代表西方日报给袁振霞做个专访 介绍一下袁振霞的英雄事迹 顺便再给袁振霞拍几张裸照 袁振霞听后没有理会彩虹 直接转身离开了宴会 彩虹连忙追了上去 随后彩虹在一处红绿灯的位置追上了袁振霞 袁振霞一言不发地将一个气囊 放在了彩虹的车子底下 成功地摆脱了彩虹的纠缠 回到家里的袁振霞刚一进门 就发现有人潜入了他的家 袁振霞脱掉鞋子 拿起旁边的雕像 小心翼翼地走进了礼物 却发现潜入他家的只是他之前泡过的一个外国女孩 就在袁振霞打算和女孩发生点什么的时候 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突然闯了进来 见男人似乎要从腰间掏出什么东西 袁振霞先男人一步动起了手 虽然袁振霞的身手很不错 但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他还是被男人制服了 袁振霞 你是谁 你要跟我回泰国 你要救自己 又有个巴铀 你说什么 你身上的血缸已经满了一年 快来发作 霸注逆中了鬼面缸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真的不明白你说什么 你别扮傻 这是我泰国的地址 我等你三天 喂, 别走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黑龙 听着, 千万不要跟女性 否则, 立刻会发作 袁振霞并没有将黑龙的忠告放在心上 黑龙刚一离开 他就和女孩亲热了起来 很快 袁振霞身上的血缸就发作了 他整条左腿的血管全都鼓了起来 并且还从膝盖的上方爆出了一团鲜血 之后袁振霞找到了既是他师父 又是他好友的威斯里寻求帮助 威斯里一眼就看出了 袁振霞是中了巫术中最厉害的血酱 接着袁振霞在威斯里的要求下 说起了他一年前去泰国北部的一段经历 当时他是和一队医学探险队到泰国北部 寻找一种抑制艾滋病的草药 某天清晨, 袁振霞打算一个人去营地附近的湖边看看 同行的教授叮嘱袁振霞一定要小心一点 因为他听说中泰边境有一个古族特别精于巫术 袁振霞表示他不相信巫术 他只相信有外星人存在 当袁振霞来到湖边时天色已经大亮 此时一个穿着清凉的女孩正在湖里洗澡 看到了这一幕的袁振霞直接愣在了那里 并且连手中的望远镜都脱手掉了下去 女孩好奇地见起望远镜朝袁振霞看了过去 望远镜中的袁振霞把女孩吓得直接将望远镜扔了出去 见望远镜被摔坏了 女孩连忙向袁振霞道歉 袁振霞不在意地说 望远镜他还有很多,这个他可以送给女孩 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口哨声 听到口哨声的女孩惊慌地离开了湖边 傍晚,袁振霞将他白天的经历说给了同行的众人 教授认为袁振霞不应该去接近女孩 因为古族的人残忍冷酷 而且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邪术 但袁振霞却完全不在意教授的说法 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鼓声 教授立刻就听出了鼓声应该是古族的寄神鼓 教授严肃地叮嘱众人千万不要过去看 但很快,袁振霞就和四名队员寻着鼓声 找到了正在寄神的鼓族 此时鼓族的大巫师带着三男三女 从鼓族的鼓墓上走了下来 袁振霞白天见过的女孩也在这六人之中 随后从大巫师和女孩的对话中可以得知 女孩名叫巴猪 大巫师最近支开了巴猪的男友黑龙 试图占有巴猪 大巫师威胁巴猪 如果巴猪不答应 他就会选巴猪祭神把巴猪献给老祖宗 但巴猪却坚定地表示 他只爱黑龙一个人 见巴猪不愿意顺从 大巫师便立刻开始挑选起了献给老祖宗的祭品 祭品需要一男一女 大巫师拿起一个像枪头一样的东西依次从六人的身前走过 如果有人被选中 枪头就会亮起粉色的光 最后不出所料的 巴猪和另一个男人被选做了祭品 这是下面的一个族人认为不应该把巴猪祭神 毕竟巴猪是前任族长的女儿 大巫师听后抬手将怀里的小鬼朝那个族人抛了过去 小鬼从族人的脖子钻入 又从腹部钻出 族人的内脏全都被小鬼掏了出来 将小鬼收好后 大巫师抬手指着面前的众人询问还有谁不服 所有人都乖乖地跪在了地上 众人的反应让大巫师很是满意 接着他带着祭品和十几个族人进入了古墓 在旁边目睹了一切的袁振侠 让另外几个队员先回去取武器 他要去救巴猪 没过多久 袁振侠就在古墓里找到了正在唤醒老祖宗的大巫师 大巫师将一盆鲜血倒在了老祖宗的棺材上 鲜血流进棺材后 大巫师先是对着棺材念了一段咒语 然后带着其他族人离开了古墓 片刻后 老祖宗缓缓地从棺材里爬了起来 旁边被绑在柱子上的男人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见老祖宗突然站在棺材里不动了 袁振侠便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这时老祖宗突然一把掐住了袁振侠的脖子 将袁振侠拎了起来 袁振侠连忙对着老祖宗的脑袋连开两枪 但却毫无作用 老祖宗抬手将袁振侠扔到了一旁 八珠焦急地让袁振侠快走 并说老祖宗是不会死的 袁振侠试图解开八珠身上的绳子 却又被老祖宗一巴掌拍到了一旁 老祖宗低头朝着八珠的脖子咬了过去 袁振侠掏出一把匕首拦住了老祖宗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袁振侠成功地救下了八珠 但旁边的男人却被老祖宗扭断了脖子 吸干了骨髓 这时古墓里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 随着老祖宗的变身 守在古墓外面的大巫师立刻就察觉到了有人正在破坏祭坛 他连忙派出所有族人开始搜索入侵者 没过多久 袁振侠两人就和前来寻找他的教授一行人会合在了一起 但同时古族人也追上了两人 众人连忙朝着营地逃去 当众人逃回营地时 留在营地的人已经被现一步赶到的古族人屠杀殆尽 袁振侠一行人也被古族人包围了起来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除了袁振侠和教授以外的所有队员都被屠杀殆尽 巴主也在混乱中和两人走散 袁振侠两人则被抓回了古墓 大巫师表示 两人破坏祭神冒犯了老祖宗 他要代表神给两人应受的惩罚 见袁振侠一脸不为所动的样子 大巫师便决定先对教授动手 牙羽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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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 大嫂 高雄 高雄 下輛 救我 高雄 接着大巫师先是从七个族人的尸体上 取下了七颗子弹 然后他将子弹全都塞进了袁振侠的嘴里 完成这一切后 大巫师笑着离开了古墓 大巫师刚一离开 袁振侠的腿上就爆出了一团鲜血 袁振侠忍着疼痛用教授掉在地上的放大镜 烧断了绑住他的绳子 刚逃出古墓 袁振侠肚子上就又爆出了一团鲜血 袁振侠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这是八猪找到了倒在古墓附近的袁振侠 袁振侠催促八猪快走 但却被八猪拒绝了 割开左胸从胸部取出了一个像肉球一样的东西 喂进了袁振侠的嘴里 八猪告诉袁振侠 这是他的护身将 现在他要用来救袁振侠 八猪的话刚说到一半 袁振侠就晕了过去 当袁振侠再次醒来时 八猪已经不见了 他身上的七个血印也全都没有了 所以他就一个人回到了香港 他现在回到香港已经一年了 期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但没想到昨晚血将居然又发作了 这时袁振侠腿上又爆出了一团鲜血 威斯里根据两次血咒发作的时间推测 血咒应该是每隔24小时就会爆一个 再有五天血咒就会爆到心脏 到时候袁振侠就完蛋了 血咒是巫术中最神秘和最复杂的 也是最厉害的 八猪虽然用护身将保住了袁振侠 不过也只能保他一年 所以黑龙叫他去泰国一定是有原因的 袁振侠听后决定明天一早就去泰国找黑龙 这时彩虹突然出现在了威斯里家 袁振侠这才知道彩虹居然是威斯里的表妹 彩虹想要和袁振侠一起去泰国 但却被袁振侠果断拒绝 威斯里告诉袁振侠 他明天有些事要办 后天他再去泰国帮袁振侠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袁振侠可以先给拉宿警官打电话 隔天袁振侠刚一下飞机 就被一个身穿花衬衫的男人带到了一家酒店 为袁振侠安排好房间后 男人告诉袁振侠 一会儿他的老板就会来见袁振侠 说完男人便离开了房间 袁振侠走进李屋 发现桌子上摆满了枪械 这时躲在李屋的彩虹 突然一枪打断了一根蜡烛 将袁振侠吓了一跳 原来彩虹就是男人所说的老板 彩虹表示他想和袁振侠谈一桩生意 他已经在总编辑面前夸下了海口 也跟合众社联络过了 如果能拿到袁振侠的资料 就全世界灯头条 到时候利益袁振侠可以占一半 虽然袁振侠拒绝了彩虹 但彩虹还是执意要跟着袁振侠 袁振侠只好用衣服和胶带 将彩虹绑了起来 没过多久 袁振侠就按照黑龙给的地址 找到了黑龙家 袁振侠刚推开房门 就被黑龙用刀架在了脖子上 看清来人是袁振侠后 黑龙告诉袁振侠 大巫是在得知他找过袁振侠后 勾结了曼谷的黑社会 联合起来对付他 他刚一回泰国就被人伏击了 就在两人打算离开黑龙家的时候 一大批古族的人将两人堵在了屋里 虽然两人的身手都很不错 但奈何古族的人实在太多了 并且在打斗的过程中 袁振侠身上的雪舟又爆了一个 还好彩虹及时赶刀帮两人解了围 之后黑龙将两人带到了一个 经常被古族骚扰的部落 三人刚一到村子 部落的组长就将黑龙叫了过去 组长告诉黑龙 今天下午村子里所有的小孩子 突然全都不见了 黑龙立刻就猜出 那些孩子应该是被大巫师 抓去练小鬼将了 见袁振侠两人都不太了解小鬼将 黑龙便科普道 小鬼将需要用100个孩子的雪 才能练成 练成后的小鬼会飞 会吸血 挡者必死 但是三年之后就不能用了 一定要重新再练 袁振侠听后决定和黑龙 一起去救那些孩子 彩虹也想和两人一起去 但却被两人拒绝了 在前往古族的路上 两人带着的十几个村民 都死在了古族部下的陷阱上 这时袁振侠发现彩虹 一直偷偷地跟在他们的身后 这让袁振侠很是物语 彩虹得意地说 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看过很多有关越战杀人机关的书 为了证明他确实有自保的能力 彩虹立刻捡起一根树枝 试探出了一个陷阱 袁振侠见状之后同意了彩虹和他们一起行动 很快三人就来到了古族附近 黑龙让两人先在原地等着 他先上去看看 但彩虹却直接跟了上去 袁振侠拦住彩虹让他不要乱跑 并表示既然彩虹是跟着他来的 他就要向魏斯里负责彩虹的安全 见袁振侠无论如何都不让他跟上黑龙 彩虹变装作想要回去的样子 不断向后退去 不相信彩虹会离开的袁振侠不在意地转过了头 这是彩虹突然掉进了一个陷阱里 听不到彩虹说话声的袁振侠 还以为彩虹是赌气回去了 片刻后 查明了情况的黑龙回来告诉袁振侠 村子里的孩子都被关在了笼子里 笼子旁边有很多人把守 黑龙提议两人可以先去救巴珠 很快 袁振侠就在黑龙的带领下找到了巴珠 由于巴珠被大巫师下了鬼面将 所以有脸变得异常恐怖 巴珠现在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样子 袁振侠蹲在一旁认真地对巴珠说 他身上的第四颗血粥已经爆开了 他们现在要想办法救两人 巴珠告诉两人 他的爸爸临死前曾经告诉过他 有种神奇的圣物叫舍利子 可以解一切的酱头 一年前他种了鬼面将之后 他查过族里的典籍 终于知道了收藏舍利子的地方 舍利子就藏在山洞里的大佛上 但从来都没有人爬上去过 巴珠相信袁振侠是上天派给他的救星 所以他才会叫黑龙去找袁振侠 最后巴珠还叮嘱袁振侠 舍利子被拿出来六个小时之后就会哭了 与此同时 彩虹被几个古族人抬到了大巫师的面前 彩虹表示他只是来采集标本的 并不是和袁振侠一伙的 说完彩虹夸奖大巫师英明神武 他想要给大巫师拍一张照 在拍照的时候 彩虹一脚踹在了大巫师的胸口 然后火速朝着左侧逃去 但没跑出多远 彩虹就发现左边是一条死路 另一边 袁振侠从村子的其他人那里 得知了彩虹一夜都没有回村 黑龙猜测彩虹应该是被抓到大巫师那里去了 两人商谈了一番后 决定先去救彩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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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振侠两发手榴弹 炸退了附近的古族人 成功地进入了古墓 很快 两人就找到了 正在用小孩练小鬼的大巫师 而彩虹就绑在一旁的柱子上 片刻后 大巫师抱着一盆鲜血 离开了大厅 元振侠两人趁机 打死了剩下的两个古族人 顺利地救下了彩虹 而这一切似乎都在大巫师的意料之中 傍晚 被救回来的彩虹突然变得力大无比 并且见人就攻击 就在众人都对彩虹束手无策的时候 威斯里带着一队人赶到了村子 威斯里和村里的众人 联手制服了彩虹 百速用一针镇定剂让彩虹安静了下来 通过彩虹钢彩的表现 黑龙猜测彩虹应该是中了黑心匠 就在几人思考该如何替彩虹解降的时候 八猪突然出现在了村子的门口 并说它能解降 八猪告诉众人 要解黑心匠 就要用七种黑色动物的血以黑制黑 这七种动物分别是黑羊 黑牛 黑狗 黑猫 黑蛇 黑鹰 和黑蜥蜴 等七种血液在水缸里混合煮热后 就把彩虹泡进水缸里 直到彩虹醒过来为止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彩虹才醒了过来 水缸里的血水已经全部都变成了乳白色 这是彩虹注意到了门口的八猪 彩虹小心翼翼地掀起八猪的头巾 却被八猪恐怖的样子吓得大声尖叫 听到了声音的众人连忙冲了进来 在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后 白素将昨晚发生的一切都说给了彩虹 眼看圆振侠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八猪催促圆振侠快点去拿射粒子 在临行前八猪担忧地盯住黑龙 无论拿不拿到射粒子 他都一定要回来 彩虹也在旁边盯住圆振侠一定要回来 圆振侠温柔地亲了亲彩虹的脸颊 这时圆振侠肋骨上的第六个血咒突然爆开 虽然这次流的血不多 但当第七个血咒爆开的时候 他全身的血都会从血洞流出来 安慰了圆振侠几句后 威斯里询问黑龙 大巫师的名字是什么 有没有练过小鬼匠 在得知大巫师的名字叫阿古拉后 威斯里吩咐同行的队员 马上去杀一头大肚子的母牛 把胎盘留下 然后再杀一条黑狗把血流下 圆振侠有些不明白 威斯里为什么要这么做 威斯里解释道 他以前跟阿古拉家族的一个儿子 做过朋友 那个朋友教过他怎么破小鬼匠 虽然他不知道有没有效 另一边 大巫师已经成功的练出了小鬼 接着他大笑着吩咐小鬼去杀掉圆振侠 大耗 另一边 来到佛像前的元振侠两人 发现佛像的两个眼睛就是舍利子 两人立刻就开始朝着佛像头顶爬去 在两人向上攀爬的过程中 佛像的右手突然落下 差点将两人拍在了底下 紧接着两人落下的位置又冒出了树根长矛 差点穿透了两人 这使两人惊讶地发现 佛像上突然多出了十几个和尚 还没等两人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佛像上的和尚就开始疯狂的攻击两人 虽然两人都带了武器 但两人只想击退和尚 并不想伤人性命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两人发现不管怎么打 都会有和尚不断的冲向两人 最后黑龙只好将他们的来意 说给了所有和尚 希望和尚能成全两人 福尔 먹어�多了 对 两人刚取下佛像的眼睛 佛像的双眼就喷出了大量鲜血 紧接着佛头也滚了下来 两人连忙朝着外面逃去 虽然佛头将袁振侠堵在了墙角 但却并没有压到袁振侠 这让两人都松了一口气 就在两人打算离开的时候 袁振侠身上的第七个血周突然爆开 袁振侠连忙敲开佛眼将舍利子吞了下去 当两人回到村子时 村子里的人已经和古族的人打成了一团 还没等两人上前帮忙 古族的人就带着彩虹和巴猪离开了村子 为此里让袁振侠两人先去救人 他们一会儿就和两人会合 老祖宗今天一定很高兴 有三男三女送来给他吃 上天会惩罚你的 袁振侠快要杀你了 我现在就是想等他们来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我都说他会来的 老祖宗 阿古勒 你作恶多端, 多行不言 老祖宗的棺材一路追着四人来到了县级大厅 接着老祖宗爬出棺材再次变成了怪物的样子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四人发现他们完全无法对老祖宗造成任何伤害 这时白素带着几名队员赶到了古墓 虽然几人都带了武器 但一眼奈何不了刀枪不入的老祖宗 双方刚一交手 就有数名队员惨死在了老祖宗的手上 白素健庄连忙吩咐队员将之前抓到的小鬼放出来 小鬼刚一被放出来就朝着老祖宗扑了过去 小鬼的速度很快攻击力也强 很快老祖宗就被小鬼咬成了重伤 不过小鬼虽然能重伤老祖宗 但却无法杀死老祖宗 最后小鬼还是被老祖宗撕了个粉碎 EC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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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不相信 我家裡收藏很多東西 有一個獵頭族的人頭 幾隻外星人的腳趾 還有一隻用血練成的鬼仔 是嗎 你不相信 相信你才怪 沒錯 你說得很對 他就是專門用這些方法 教你上藏的騙子 你來了 我的受惠者 對不起 我先走一會兒 Mina Mina 沒辦法 他們的智商低 賀飛 陪我去Disco跳舞 有這樣的想意 去吧 我們去吧 你又搞禍我了 你有空 你被老闆炒了 沒什麼做 我老爸比我開間大一點的 我現在是老總 你又想怎樣 我想你陪我喜馬拉阿山找雪人 你不用識意 明天 他